为了让台东成为更现代化城市 台东县政府8月1号上午 为台东市水资源回收中心进行的动土仪式 县长黄建廷及多位嘉宾亲自到场参加 第一期的工程预计在109年4月份完工 完成之后可以改善环境、生态、卫生、景观的问题 同时还可以增加基础建设、健全都市发展 县长黄建廷及多位嘉宾手持精产 为台东市水资源回收中心进行动土仪式 让台东迈向更现代化的城市 大概完成可以90% 所以我们目前就在做我们整个水资源中心的一个发包 那未来连接整个水资源回收中心之后呢 我们在108年呢 我们会持续赶快尽快的来发包我们的F系统 跟我们的一个用户接管 毕竟我们要第一期的用户 我们要接户数呢是2160户 台东污水下水道接管率原本为零 县长黄建廷上任后 完成资本水资源回收中心 目前则是在市区进行污水下水道的工程 将在109年完成第一期的工程 台东市水资源中心 一号也正式动土 同样会在109年完成第一期的工程 预计将可接管2160户 真的是一个让我们很兴奋很开心的日子 我们要为台东的这个水资源中心 水资源回收中心来动土 现在是起码所有的大饭店的污水 我们先集中起来处理以后才排放 那那个系统完成以后 让台东的台东县的污水的接管率 破淡了 破零了 可以达到百分之 我记得是三点几 百分之三点几 那接着下来我们就开始来进行 这个台东市的污水处理的这个系统 从103年开始 我们就开始进行规划 工程的时间 可能要到17年 15年以上 在这地方 我们要用接近三亿 两亿九千多万的经费 来打造这个第一期 它可能是在后年的四月左右 就可以完工 那配合我们现在在市区里面 的这个管线的这个埋设的工程 然后这个主干线埋好了之后 将来就是要连接到家户了 家家户户的接上来以后 水就那些污水就开始 透过这个水管 直接进到这个资源回收的 水资源回收中心 经过处理以后 我们才会把符合标准的 这个污水派放到海洋里面去 县长强调工程虽然造成大家的不便 也请多体谅 让台东能够摇身一遍 彻底迈向更加现代化的城市 记者潘中海台东市报导 这些污水派放在海洋里面无法放在海洋里面 认为火山地产的情况